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1919年6月27日 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的前一天 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征祥 收到一个奇怪的包裹 里面是一把手枪 还有一张字条 苟签名承诺日本之要求 及几亿此枪自裁 否则无备避之而于死地 记住这个包裹的是当时留在法国的华工 山东省来无限的农民 毕翠德 编号97837 留此条的原因就是 在巴黎和会上 欧洲列强不承认中国战胜国的身份 在没有通知的前提下 一战的战败国德国 就把山东的权益割让给了日本 请你们记住 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 这沉痛的一天 那为什么巴黎和会上 中国战胜国的身份不被承认呢 一战时的中国到底都做了什么 本期视频 曾史军就跟大家聊一聊这段不被人熟知的历史 如果问你中国有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你肯定很快回答 当然参加过 但如果问你中国有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你可能就拿不准了 因为历史书上并没有记上这一笔 而事实上当时的中国确实是参加了 但没有派出军队 而是派出了14万劳工远赴欧洲战场 那为什么没有派兵呢 时间倒回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当时的中华民国刚刚成立 国内本来就乱七八糟 袁世凯在安抚各方势力的同时 还悄悄做着皇帝梦 所以在一战爆发后 面对开战的两方欧洲列强 袁世凯很快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就是谁也不得罪 保持中立 但当时的北洋政府内阁总理梁世凝 他通过分析觉得两线作战的德国必办 中国应该去参加议战 而且要明确站在英法的协约国一边 所以等到战争结束 一来可以从德国手里 要回一直被侵占的山东 二来可以以战胜国的身份 参加到世界大家庭中 可当时中国刚刚结束辛亥革命 军阀林立 国内乱成一国州 根本派不出兵来 所以就给出了另一个解决办法 派劳工 独派军队 那人家英国人也不是傻子 他们知道 只要接受了中国的援助 无论是劳工还是军队 就意味着让中国加入了协约国的一方 然后在战后就能以战胜国的姿态去享受权益 所以英国人拒绝了 简单来说就是 人家英国人觉得你不配 但随着战局的发展 英法两国明显有些扛不住 1916年著名的两场战役 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爆发后 英法两国军队伤亡超过100万 两年多的战争 英法两国的青壮年几乎都被征召入 后方劳动力出现严重不足 在这种战争后期 人就成了决定胜负的重大因素 这才想到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 便同意了北洋政府的劳工派遣 可袁世凯这个人很鸡贼 他并不愿意得罪德国 所以他没有向德国公开宣战 派遣劳工也没有用政府的名义 而是在民间以公司的名义进行招募劳工 以此来向英法输送劳动力 注意这里是劳工不是义工 一阵说要发工资的 那谁出钱呢 自然是英法两国 当时招聘广告非常的诱人 带着五年的合同去法兰西吧 你的年收入将达到2000法兰 回来你就是大地主 而当时无法兰就能兑换一块原大头 这样的招聘条件 对于处于农耕社会的中国人而言 是相当优厚的 所以告示一帖报名者无数 先后有14万华工漂洋过海来到了欧洲 而这种有偿服务 也成了战后巴黎合会上 列强不承认中国战胜国身份的重要原因 那14万华工被送到欧洲后都做了些什么呢 按照约定 这些华工不是军队 是不直接参加战斗的 但实际 在战火连天的欧洲战场上 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呢 这些华工刚开始被送进厂里进行劳动 后来战争吃紧 就被安排到前线去运送粮食弹药 挖掘战壕 修筑工事 清扫地雷等等 基本上他们承担的就是最艰苦 最繁重 最危险的工作 有时候他们挖战壕 和敌人就相距几十米 华工就站在敌人面前挖 等挖好之后 英国士兵再进来 也有的工头们告诉他们只是去挖个钩 但刚到英国阵地就被德国的轰炸机炸得血肉模糊 更有的华工还没有踏上欧洲就被德国的潜艇伏击葬身大海 而且有时德军突破防线攻进英法联军的阵地 正在挖战壕的华工们看到自己的亲友被榴弹打死 就抄起铁枪锄头跟德军展开肉搏 等援京赶到时 地上的尸体往往很好分辨 拿枪的是英法士兵 拿锄头铁枪的是中国华工 1919年的英国议会上有这样一句话 华工比起其他的有色种族劳工担当了更大的风险 但他们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工章都没能拿到 所以到1921年战争结束 14万华工只有10万回到了中国 剩下的除了几千人移民 其他华工都渺无音讯埋谷他乡 而留下名字的只有1874个 在那个风雨飘摇入国外交的年代 他们所付出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劳工还有生命 为一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力量 我们不应忘记他们 视频的最后引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评价 来自近曾经飘扬过海的这一批中国人 好了 我是真实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交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来烤 local believe john 量转发来 private频道 从和他一起 jumen 还有